东马政坛几天前传出在医院昏迷不醒的沙巴州明星党三角石国会议员拿渡刘伟强 今早11点50分在亚币英格医院不幸病逝 终年60岁 初步怀疑刘伟强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早在9月30号 坊间就流传刘伟强因肺部细菌感染陷入昏迷 家属当时表明会在适当时机对外公布他的健康情况 没想到刘伟强星期五上午就在亚币医院宣告不治 由于本届国会还未满三年 刘伟强病逝意味着沙巴又将迎来一场国会议席不选 这名明星党大会议长的死讯传出后 人民公正党总秘书拿渡斯里塞夫丁 刚上任的沙巴首席部长兼图团党沙巴州主席拿渡斯里哈芝芝 以及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纷纷在社交媒体贴文表达难过与不舍 林冠英形容 刘伟强为沙巴的多元宗教和种族团结和谐感到自豪 尤其在前朝西蒙政府担任首相署部长期间 曾在国会致力修改联邦宪法 恢复沙巴和沙拉越作为马来半岛平等伙伴的地位 虽然西蒙无法取得三分之二支持 但刘伟强为人认真尽责的精神 备受认同和尊重 刘伟强曾在2006年至2014年担任沙巴自由民主党主席 2008年大选中选为山打根国会议员后 被时任首相敦阿都拉为以贸工部副部长职 在纳吉时代则转任首相署副部长 后来2013年大选他守土失败 在党争中则被拿督张志刚所取代 2018年刘伟强率领200名支持者 退出自民党加入明星党 更在同年的大选中重选为三角石国会议员 随即受委为首相署部长 负责掌管法律事务 刘伟强在委期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策 就是推动废除强制性死刑法案 不过在与论压力下 内阁决定保留死刑 只是废除强制性死刑 司法改革是刘伟强的毕生志愿 他曾经提成和修改超过15项新法令和法案 包括废除备受争议的煽动法令 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等 可惜今年2月底 一场洗来灯行动导致新盟政府垮台 让这位首相署部长壮志未愁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